北加州南湾台湾同乡会将于9月25号周六 于南湾华侨文教中心召开年会 并且邀请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佟振元博士 现场透过视讯连线致辞 该会成立至今52年 是湾区最早成立的台侨社团之一 许多台湾侨胞因为这个同乡会联系在一起 也透过该会的活动将文化传承给下一代 我们以前在美国同乡人数比较少 所以大家都用聚餐的方式 就这一家赤子那一家赤子 所以就没有什么组织 但是以后人数增加以后 大家就觉得说要有一个组织 所以52年 已经52年就创办了南湾台湾同乡会 我们现在越来越热闹 从几十人的聚餐到几千人的聚餐 疫情期间因为大家都比较胖 所以也停止了很多活动 但是还是利用视讯来继续各种不一样的活动 今年是疫情稍微晚和 所以还是用利用文教中心 我们要谢谢文教中心主任们和同人们 他们给我们用这个场所 今年的年会为了遵守当地政府防疫的规定 并且配合在台湾的同证员委员长 视讯连线的时间 在节目安排上做了多次的调整 主办单位宣布 周六当天早上9点45分开始报道 接着会请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赖明奇致辞 随后进行会长交接仪式 同证员现场视讯致辞 以及本地贵宾新就任会长致辞 以及介绍理事会团队等环节 此外会中也会播放由中华民国外交部拍摄的 台湾加入联合国宣传片 以及卫福部的防疫宣导影片 除了参会与年会之外 联欢活动方面则包括有花拉圈比赛 舞蹈与歌唱节目 服装走秀 卡拉OK以及笑话大师脱口秀等等 并且也有奖品丰富的摩采 防疫措施方面 主办单位呼吁参加者务必戴口罩 如果已经注射疫苗的话 也请携带疫苗注射卡 当天报道入场时会测量记录体温 另外每一桌的人数也减少到8人 桌与桌之间的距离也会拉开 南湾台湾同乡会这一年多来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实体活动难以举办 因此主办单位也希望 在严格的防疫措施之下 让大家能够再一次的相聚同欢 假如有相亲希望能够参与 但是还没有报名的话 可以尽快跟主办单位联系